第一集围绕主人公承德善参选奥运会开幕式举牌手进行展开 承德善参加举牌手也是一波三折 为了参加开幕式每天勤家练习不被淋漓看好 而且快到开幕式的时候被告知他所举牌的国家 他由于某种原因没来参加奥运会让他异常伤心 后来又以替补的身份顶替因为罚分被取消资格的人 在进行开幕式的时候整个院子的人都在等待开幕式 大家不是为了看这个开幕式而是为了看德善 还有家庭因为这个专门录了相 当大家看见德善出场时都欢呼雀跃 第一集还夹杂有别的小插曲 德善的老伴程东义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自己家里都非常困难 还不忘帮助别人不被家里人理解 因为德善的生日和大姐宝拉的生日爱得很近 所以每次她的生日都是借着大姐的生日一起过 当大姐吹完蜡烛之后 拿去几只蜡烛重新点上就相当于帮德善过生日了 但是这次德善已经忍受不住了 不想和大姐一起过生日 所以在大姐过生日那天她发飙了 在这一集的结尾 德善爸找到德善 为他买了蛋糕 单独为了过了生日 他也讲出了自己的想法 作为家中的老二 前面要考虑大的姐姐 后面要照顾小的弟弟 其实并不是要一定要单独过一个生日 只是想爸妈重视他 他也是他们的孩子 电视剧的每一集都会给我们讲述一个人生道理 感情刻画得很好 很有代入感 让你很容易就理解每个人的内心世界 电视剧没有大场面 但是全是生活智慧 年轻时的回忆 借用评论中的一段点评 年度最佳韩剧剩在细节 淋漓情是这部里最突出的特点 父母的戏份也由之增多 对于亲情的刻画更加细腻 穿破洞袜子的妈妈却给儿子买香蕉 婆婆让儿媳妇买东西给孩子 亲妈却会让女儿买套衣服穿 倔强不认错的姐姐会为了妈妈大声道歉等等 比以往更加真实生活化类点秘籍 成德善本剧的主人公 本剧的回忆者 心地善良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相当努力 就是学习成绩一直倒数 长得还算好看 但是却不注意打扮 有着男生一般的性格 非常照顾自己的弟弟 喜欢成善语 知道善语喜欢的不是自己之后非常伤心 在金正焕多次保护自己之后 对金正焕有了好感 但是最后并没有和金正焕走到一起 这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不满 朋友喝酒为了得善做了那么多 从来没有说过 所有人都顾及 唯独忘了自己 为别人活也可以很开心吗 喜欢成德善 但是每次想表达的时候都没有说出口 成善语 这是五人组中最成熟的一个 非常体谅自己的单身母亲 对自己的妹妹非常照顾 喜欢得善的姐姐成宝拉 这也一度让善语以为善语喜欢自己 其实每次善语来得善家 其实是想来找宝拉的 因为和宝拉是同性 当时在韩国的法律本源同性 不能注册结婚登记 这也遭到两家父母的反对 但是他们运用法律是行的机会 奉劝父母最后走到一起 刘等龙五人组中的军师 很多事情他看得比其他人明白 在别人心里有隔阂的时候 他经常就能很轻松地解决 但是自己的家庭也有问题 所以清官男断家五事 最喜欢喝母亲的海带汤 成宝拉脾气暴躁 先进的知识分子 参加过知识集会运动 对于为什么要参加集会被家里人不理解 只是把善语当成弟弟 在善语的努力下还是喜欢上了善语并走到了一起 所以敢爱就要敢追 成冬夜 善语的父亲心地善良 经常在自己都吃不好的情况下 还去帮助别人 因为这一点经常被自己的妻子里以花骂 一度想改 但是在看到一位老奶奶到他面前卖东西时 还是忍不住买了一堆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 金成军正换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 虽然家里很有钱 但是却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 这一点让妻子罗美兰很生气 而且他的性格和行为有点怪异 大家都有些不理解 只有善语能够理解他病和善语的关系十分友好 因为大家的不理解还生了病 东龙给正换的一句话让他治好了自己的老爸 李依花得善的母亲 看不惯丈夫没钱还帮助别人的行为 罗美兰正换的母亲 一直希望正换能够像善语那样什么事情都和自己的老妈讲 一直看不惯自己丈夫的怪异行为 金善应善语的单身母亲 独自一人带大自己的大儿子和小女儿 有一个非常细心的母亲 每次母亲来看望自己 她都要到邻居家去借一堆东西